游金 奥托 是一个内向 害羞 敏感的小男孩 正在听故事的你们 可能有不少人小时候和游金一样 自然也能想象他承受的偏见与压力 游金的父母没有给他太多的支持 父亲对他要求异常严厉 试图扭转儿子的天性 将他培养成一个男子汉 至少在外人面前要谈吐大方 登得了大雅之堂 然而父亲越强势 游金越内向寡言 1904年 游金的祖父从德国带回一个手工制作的布娃娃 给年仅四岁的游金作伴 祖父劝慰家人 游金需要一个伙伴 才可以健康成长 游金一见到布娃娃 就立刻喜欢上了他 给他起名为罗伯特 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罗伯特 他是一个制作十分粗劣的娃娃 他的皮肤现在呈现麻袋一样的土黄色 五官已经磨损殆尽 只有两颗乌黑的眼珠还定定地镶嵌在眼眶里 他穿着一身水手服 红白蓝三色在岁月的冲刷下近乎变成了一个颜色 从袖管和裤管里伸出的手和脚 心状粗陋简朴 带着心理预期 你可能会想象他外形邪恶 至少也要和电影安娜贝尔里的娃娃差不多 但见到真正的罗伯特 你只会觉得 他不过是一个110岁的老古董 然而对于一个孩子来说 娃娃再丑陋 也是他的好朋友 尤金和罗伯特从此形影不离 做什么事情都要在一起 尤金抱着和他身高差不多的罗伯特 成日在他家的大房子里走来走去 吃饭时 罗伯特要专门坐一张椅子 和一家人一起吃饭 夜里 罗伯特坐在床尾的一张椅子上 看着尤金睡觉 就连洗澡的时候 也要待在浴室里 为尤金保管毛巾 父亲很看不惯儿子 和一个布娃娃如此亲密 好多次想把罗伯特处理掉 但妻子总是劝他 尤金还小 等孩子大了 自然就不玩布娃娃了 这些 是罗伯特和尤金相处还算正常的日子 后来 许多人想找到罗伯特邪恶转变的理由 有的说 他被一个会污谷的黑人女仆施加了咒语 目的是为了报复苛代下人的奥托夫妇 要我说 这种说法 也太好莱坞了 我自己猜测 罗伯特的恶魔性 并非来自外界 前面说过 罗伯特的名字是尤金起的 而尤金的全名 正是罗伯特 尤金 奥托 也就是说 尤金把自己的大名给了喜爱的布娃娃 博物馆经过研究查证 认为罗伯特身上的水手符 原本也是尤金的 无论你多么喜爱一个娃娃 你都不应该把自己的名字给她 不该给她穿上自己的衣服 因为这么做 这等于交出了自己的灵魂 哪怕 仅仅是一个灵魂的碎片 现在 拥有了人类灵魂的罗伯特 会像真正的人一样 观察 倾听 思考 学习 一切不正常的开端 都源于尤金和罗伯特的对话 以前 尤金也经常对罗伯特说话 但父母以为 那只是一个小男孩 想象力丰富的自说自话 可是他们开始注意到 有时 在虚眼的房门后 先是传来尤金稚嫩的声音 接着 有另一个声音回答了她 这个声音 更加地低沉 更加嘶哑 有几次 父母都以为 房间里有其他人 而冲了进去 却只看到尤金环抱双臂 蜷缩在墙角里 而罗伯特 端正地坐在床上 居高临下地俯视她 夜里 尤金的房间里 突然传出一声尖叫 母亲冲过去一看 只见尤金坐在床上 瑟瑟发抖 屋子里的家具 翻倒在地 东西扔得到处都湿 询问尤金怎么回事 他指着床尾 坐在椅子上的 罗伯特说 不是我 是罗伯特做的 罗伯特双手 放在敲着的二郎腿上 一双黑溜溜的眼珠 在黑暗中看着他们 怪异的事情越来越多 即使尤金不在的时候 家里也时不时地 传出孩子的笑声 主卧里 父母的衣服被扔在地上 剪成了碎布条 最让父母震惊的 是发现其他的玩具娃娃 全部都被肢解了 即使是对于一个 调皮捣蛋的孩子来说 这样的恶作剧 也有些过头了 父母质问尤金 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他的回答 始终只有一个 不是我 是罗伯特做的 我想 在任何处于气头上的 父母看来 撒谎 都是无法接受的 父亲更加生气 最后施加在尤金身上的惩罚 也越重 不知道为什么 尤金从来不顺带说明 罗伯特这么做的理由 也许 他确实是在撒谎 拿罗伯特当挡箭牌 也许 他知道 也不敢说 又或者 罗伯特 从来都没有告诉过他 自己的娃娃 已经不受主人的控制了 怪异的现象 开始蔓延到屋子里 其他人身上 仆人们发现 好好地摆放在柜子里的餐具 被扔得一地都是 打开许久没有人睡的客房 却发现床上的被子被掀开了 好像才刚有人睡在上面 夜里 仆人紧紧外出一会儿 就发现自己被锁在了门外 怪事接二连三地发生 仆人们承受不了压力 纷纷离职 奥托家有一个闹鬼的娃娃的消息 随着离开的仆人们 传遍了大街小巷 这下 就更没有人愿意到家里来做活了 好奇的邻居们 装作无意地向窗户里眺望 只看到窗帘的缝隙后 正好坐着罗伯特 像看穿了他们的心思一般 瞪着乌黑的眼珠子 和他们对视 人们告诉尤金的父母 那个娃娃被恶魔附身了 如果再不做点什么的话 尤金只怕会有危险 父母的确很担心 但他们担心的 是喜欢恶作剧 还满口谎话的尤金 你们看 直到现在 他的父母 依然相信这些全部是尤金的所作所为 该教育 该打骂 软得硬得都是了 尤金就是不愿意放弃罗伯特 好像放弃他 就像是放弃身体的一部分一样 尤金的一位姨妈 听说了侄儿身上的事情 特意赶到他们家来探望 他强烈建议 不要管孩子的反抗多么激烈 该做的事情 一定要做 闹鬼倒还是词要 重要的是如果不除掉 罗伯特这个人偶 尤金永远都不会从一个男孩子 长成一个男子汉 一个人要想长大 就必须与心爱的玩具诀别 这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成长的阵痛 在姨妈的强势推动下 罗伯特被父亲装进木头箱子 驱逐到了阁楼 第二天晚上 姨妈被仆人们发现 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她的死因 是中风 当然 姨妈的年纪已经比较大了 因此 在这个时候死于中风 可能只是一个巧合 至少 前来查看的医生 相信她是自然死亡的 但愿 她的确是个巧合吧 随着罗伯特的被驱逐 尤金也开始像一个正常的男孩子一样成长了 仿佛她体内贪玩调皮的灵魂 随着罗伯特一起 被锁在了阁楼 奥托家里种种怪异不可解释的现象 也从此消停了 尤金从父母那里 继承了对于艺术的热爱 长大以后游学欧洲 并成为了一名小有名气的画家 她一直沿用尤金这个名字 很少和人提起 自己的大名叫罗伯特 从欧洲返回美国时 她已经是一个续着胡须 长相帅气的三十岁男人了 同她一起繁美的 还有她的新婚妻子安妮 一名钢琴演奏家 他们搬回了奥托家的别墅 534号 伊顿街 接下来的事情 你们肯定都猜到了 没错 尤金上了阁楼 在这里 找到了罗伯特 我们每个人 都有类似的经历 长大成人以后 回到以前的家 在这里 发现装在箱子里 已经落满灰的玩具 拿着这些玩具 小时候那些美好的回忆 涌上心头 但 也就仅限于回忆而已 该送人的送人 该放回去的 就放回去继续落灰 实在没地方处置了 就丢进垃圾桶 可是你们看 尤金在阁楼里找到的 不光是罗伯特 还是他迷失已久的 一块灵魂的碎片 安妮突然间发现 自己和丈夫之间 多了一个第三者 这个第三者 居然是一个人偶 安妮觉得又好笑又可气 但更多的时候 他笑不出来 罗伯特一双 没有生机的黑眼珠 时刻盯着他 令他无法相信 这仅仅是巧合 吃饭的时候 人偶在餐桌旁 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椅子 他坐在安妮正对面 面无表情地 看着他和尤金交谈 安妮在花园里忙碌时 一抬头 看见丈夫画室的窗户后 人偶正望着他 安妮心生不爽 换个地方 过一会儿抬头再看 人偶居然也跟着换了窗户 仍旧盯着他 夜里醒来 安妮看见床尾坐着的人偶 像看戏一样 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乌黑的眼珠 隐隐发出光芒 只把他看得心里发毛 安妮对罗伯特的憎恶 达到了一个顶点 他命令尤金 把罗伯特关回阁楼 尤金照做了 可是一晚过去 当神清气爽的安妮 起床下楼准备吃早饭时 却看到罗伯特又坐回了餐桌旁 表情没变 直勾勾地盯着他 一只手 搁在桌子上 正好碰到一把餐刀 尤金否认是他 还是那句老话 不是我 是罗伯特做的 说实话 我很为安妮的人身安全担心 谁也不想姨妈中风死亡的巧合 又一次 发生在安妮的身上 或许 尤金和罗伯特达成了一个协议 不要伤害安妮 1974年 回到基维斯特40年后 尤金去世了 他刚一死 安妮就把房子卖了出去 自己则回到了波士顿 并在三年后离世 有一条很难查证的传闻 在卖房的合同里 安妮特别著名 罗伯特必须被放在雪松木的箱子里 灌在阁楼上 我很好奇 为什么必须是雪松木的箱子 在进行了很多搜索之后 才看到摩西五经中的 《立位记》里提到 雪松有净化的作用 现任房主梅朵 成了罗伯特的新任主人 买下房子20年后 也就是1994年 梅朵将罗伯特捐给了艺术与历史博物馆 而这间博物馆的画廊 就是尤金设计的 罗伯特一进博物馆 便带来一系列灵异的现象 只要靠近它 电子产品就会失灵 电量显示错误 相机不在工作等等 不知从何时开始 传言说 只要没有经过罗伯特允许 擅自拍了他的照片 就会有大难临头 那面墙上许许多多道歉信的主人 都是不信邪的胆大之人 当然 这一切 可能还是巧合 我一直坚持 其他里所讲述的故事 都要是真实发生过的 经得起考证的事件 严格来讲 人偶罗伯特 并不符合这个标准 当然 罗伯特这个人偶 是真实存在的 他的主人尤金奥托 也确实是 基维斯特有名的画家 我尝试说服自己 就算闹鬼的事情是假的 尤金作为一个成年男人 仍然与一个人偶 维持着亲密的关系 这也算一桩歧视了 很多人怀疑 罗伯特闹鬼之事是假的 真相其实是尤金的父母 为他们内向敏感的孩子的 种种行为 编了一个借口 这样 旁人就不会对他们的 家庭教育指手画脚 他们的面子 也就保住了 也许吧 一个流传了一百多年的故事 很难说其中哪些 是以讹传讹的部分 但我总觉得 在整件事情中 有一点非常引人注意 他在大声地对我呼喊 这件事 是真的 第二任房主梅朵 在做罗伯特主人的二十年间 尽管周围有关于这个人偶的 种种传闻甚嚣尘上 但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没有对此发表只言片语 1994年 把罗伯特捐给博物馆以后 他终于开口承认 传闻中种种闹鬼的现象 来自阁楼的小孩的笑声 脚步声 乱扔的家具 人偶会自行移动等等 都是真的 有人可能要说 他是在借此寻求关注 可就在他承认这一切之后 才几个月的时间 梅朵就去世了 给我的感觉 梅朵不像在寻求关注 否则 他也不会在临死之前 才将这件事说出来 他更像是为了寻求内心的安宁 在死之前 求得解脱 这么说 可能有些玄乎 我隐约觉得 梅朵也许早就尝试过各种方法 来摆脱罗伯特了 但这些尝试 毫无例外地都失败了 一次失败的尝试后 换来的只是更加厉害的报复 所以 他才将这个秘密 一直忍到临死之前 我这么说 是有原因的 当年和梅朵一起住进这栋房子的 还有他十岁的女儿 女儿在阁楼里发现了罗伯特 很高兴地 把他纳入了自己的玩具收藏 多年后 女儿说了一件事 这里 我们以梅朵的视角来讲述 一天夜里 梅朵听见女儿的房间里 传来一阵阵响动 当她进去查看的时候 却看到了 令她心脏几乎停止 跳动了一幕 只见女儿趴在床上 脸陷进了厚厚的被子里 双脚乱踢 两只手挣扎着想要撑起来 而罗伯特 压在她的后脑勺上 看样子 想要捂死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